获得2011年行政院建国100周年首届全国美展金牌得主的黄中泰 擅长是以水墨化来呈现原住民的丰富文化 而他的精彩作品从即日起在华夏技术学院的伊朗展出 民众也可以透过他的作品来欣赏部落族群的文化特色 原住民的服饰、原住民的祭典成了水墨化的题材 作者并不是来自于部落 而是黄中泰以汉人的观点来描绘台湾整体的原住民文化特色 黄中泰研究原民文化长达10年的时间 能够描绘出这么多有关部落的相关事物 无非就是走过花莲、台东等地的部落 才能够有细致的笔触 画出原民人物的活灵活现的生命力 我每次都下乡去探寻原住民真正的一个文化 真正的一个原始观看他们的舞蹈 观看他们的利于美跟他们的幼童老手还有智者 谈话中间我也学到了许多东西 那每一幅画都是我深入研究之后 再利用我的笔利用色彩利用默色以默色为主 将他画出每一幅希望能令人感动的一幅作品 喜欢部落黄中泰画出原民风格的作品 而他的水墨画展从即日起在华夏技术学院的一郎展出 校方也将对外来开放 欢迎社区居民一起欣赏原住民文化相关的水墨画展 从汉人的观点来看原住民的部落宗教文化和服饰 黄中泰说这是他来自部落的经验 也希望观赏者能从他的作品当中了解更多原住民族的文化 中家新北新闻综合采访报道